你好,我是你的印度朋友 今天我想分享你们 为什么现在印度人常用在线指缝 而且印度政府的角色在这个改变 我们开始吧 在2016年 印度政府做出了一个非常主大的决定 这个决定让人们震惊 在2016年11月8日 印度总理莫迪举行了一个新闻会 在那他说 他将作费500和1600的纸币 这个决定的主要的目标是消除 通过非法手段获得险境 而且他说 人们可以兑换他们的旧货币在银行 每天一个人可以兑换24000卢币 听这个消息 人们觉得这个消息是假的 因为为什么政府作费货币 但是慢慢人们明白了这是真正的 所以明天人们立即赶到银行 排了场队 印度经济停止了 因为在印度经济 大多数交易是现金的 所以突然人们没有钱 因为现在他们用的钱变了垃圾 所以人们离开了他们的工作 去银行兑换他们的旧货币 所以许多人们 而且许多小商贩走出了 因为交易减少了 因为交易减少了 人们非常忙兑换他们的货币 在这段时候 印度政府开始推广在线支付 因为政府可以追踪在线支付 如果人们用现金 政府无法追踪交易 人们也要摆脱常规 所以人们慢慢开始用在线支付 应用 一段时间这样的应用蓬勃了 一段时间后 人们恢复用现金 为什么 有三个问题 最大的问题是 大多数印度人没有银行账号 他们只知道用现金 而且 这个在线支付应用 有自己的钱包 所以 如果人们要转移资金 之间这样的应用 无法的 最大的问题是费用 如果人们要提取他们的资金 在这个应用 他们应该支付费用 印度消费者非常敏感对成本 所以这是一个大的问题 所以人们恢复用现金 但现在印度是在 realtime payments 是第一个国家 这么突然 为什么印度变成了 回答是 UPI United Payments Interface 这个 UPI 退出的公司是 NPCI 用 UPI非常容易的 UPI 不是应用 UPI是一个 架口 如果人们 要通过UPI支付 他们要一个手机号 而且一个银行购号 连接这个手机号 让我们可以用任何应用 通过UPI支付 因为在印度现在有的应用都用UPI支付 比如说现在在印度非常流行的支付应用是Google Pay Fone Pay Amazon Pay等等 这个应用都用UPI为了支付 所以用UPI非常容易的 UPI是一个realtime payments制度 意思是我们可以很快转移资金 而且我们可以很快获得资金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特点 而且支付也非常荣耀的 人们应该扫描一个QR Code 以后他们应该用他们的UPI的Password密码 以后他们可以支付资金 非常荣耀的 所以现在在印度在线支付非常流行的 从2022年4月到2022年8月 人们的交易通过UPI是46 billion 他们转移的资金是1 billion dollars 非常巨大的 现在在印度的一切地方 我们可以找到UPI的QR Code 因为印度的我觉得每个小商贩 开始用UPI 所以他们的商店的外面用UPI QR Code 在2019年看UPI的流行Google建议美国 美国也应该实施一个UPI一样的解构 看UPI的有名印度政府推广UPI在其他国家 现在Nepal是第一个国家用UPI 现在UPI用的大国家是新加坡、日本、澳大利亚等等 所以在印度UPI变了交易 我觉得你们知道对UPI和为什么现在在印度UPI非常流行的 谢谢看这个视频 再见